熟悉的感覺又來囉 大家好我是小豪哥哥 又到我們的筆電爆雷實測單元囉 沒錯熟悉的感覺又來了 那就是我旁邊這一台呢 微星的G176 Raider系列囉 那怎麼講說熟悉的感覺喔 大概在兩年前左右 我們幫大家搶先實測了 那時候的G1系列囉 那經過這兩年呢 不管是它的特試版 再到遊戲的合作版 我們也有簡單做一些的開箱實測啦 那至於這一次的G1系列 又給大家怎麼樣的一些驚奇呢 就讓小豪哥哥帶大家看下去囉 這邊呢先跟大家來透露一下 G176 Raider系列的老大哥 也就是微星的效能旗艦指標 GT Titan呢 回別三年即將於2022年6月7號 有線上活動喔 所以呢微星的粉絲們呢 就可以關注他們的粉專囉 G176 Raider外觀延續之前設計喔 全機採用鈦金藍色調再搭配獨特的 Misty Lightbar 依舊炫炮吸睛 鍵盤上方呢 則是快捷鍵 可以快速切換准芯 MSI Center Cooler Boost散熱系統 Steel Sirit 光源整合軟體 相當的方便喔 這次實測的G176 Raider呢 這是Deluxe Edition版本喔 另外附上的電競耳機 以及電競滑鼠喔 至於啊 G176 Raider的本體呢 這是規格大躍� 採用Intel第12代 Call i9-12900HK 搭配NVIDIA RTX 3080 Ti喔 面板呢 則是4K 120Hz 記憶體喔 更直升到DDR5 64GB喔 另外還採用了 微星年初喔 這對旗艦級筆電所設計的 相片式以太散熱片喔 完全是一個攻頂的規格啊 在進入軟體實測之前喔 先進入MSI Center 資源整合軟體喔 勾選一般玩家會採用的AI模式喔 讓系統自行調節效能 如想針對鍵盤 以及Linebar的光源喔 進行設定 則要進入Steel Series 光源整合軟體喔 不管是發光的顏色 還是發光的方式喔 都可以一次搞定 好 開始軟體實測啦 PC Mark X 的成績喔 哇 狂啊 領先市場99%的電腦系統 再和4K面板喔 採Time Spy Extreme實測喔 領先市場 一半的4K電腦系統喔 Time Spy 的成績呢 也是屌達80%的主流電腦系統 給大家看的就是呢 1080P以及2K主流遊戲 實測的幀數表現喔 針對顯示卡 非常Hardcore的Super Precision喔 我們採4K嚴格設定 最高幀數 竟然來到92.5幀啊 Unigen Heaven 在2K DirectX 11喔 以嚴格設定之下呢 幀數的表現喔 相當的強悍 4Mark 採4K設定喔 來回實測6次喔 GPU溫度喔 只來到了79度喔 最高幀數也來到了73幀喔 最後就是硬碟的跑分喔 由於採用三星頂級系列喔 所以讀跟寫的表現喔 超級優異 再來是進入快樂的時光啊 就是遊戲體驗喔 各遊戲呢 都是以4K解析度 配上最嚴格的設定喔 不管是有DLS 或是光線追蹤的選項喔 全部給大家開滿 開寶 來個頂尖對決喔 最後我們再看看 太空戰士4K設定之下的跑分 小結一下測試結果囉 由於面板採用4K 120Hz 如採用1080P 或是2K的設定之下 這種頂天的規格喔 幀數一定是爆表了喔 至於4K的設定喔 也不拖泥帶水 效能方面 微星的Overboots 超增壓技術加持之下 CPU GPU的效能可以說 完全被炸出啦 配上Coolerboots 5 散熱技術 哪怕遊戲設定喔 有多嚴格喔 溫度控制在70到80多度左右囉 有時候還會落在70度以下 果然是旗艦系列啦 基於微星G176 Raid系列呢 小豪哥哥有整理了三大的效能優點喔 第一個呢 就是在頂天的規格 再配上微星的Overboots技術喔 這次的表現 確實完全是頂峰的感覺啦 再來第二個呢 散熱的部分喔 整體散熱的表現呢 可以說在Harko的遊戲當中 不會讓你有熱衰竭喔 第三呢 則是面板採用4K 再搭配120Hz 還有Adobe 100% 讓你看到更多的細節 整體的畫面呢 更為生動漂亮囉 也因為呢 這個三大優勢喔 再加上我們這次實測 是旗艦級的版本 頂天的規格喔 售價就來到11萬囉 當然它還有其他的版本 可以去做選擇啦 今天就是小豪哥哥喔 針對微星G176 Ray的系列 所做的實測囉 後續我們再幫大家實測 什麼最新的筆電 以及3C產品 那就麻煩請關注我的粉專 以及我的頻道囉 OK 掰不